你到底是什么人 来开封府有什么目的 说 既然展大眼已经看出端倪 我也就不在意门了 没错 我就是皇上安排到开封府的密探 随时伴着脸 黑出心境间 不足努力 眯着他的眼 脑袋装得都在心间 黑帽战飘风度翩翩 情商却高颜 像百姓她一身干一干 夏天天天爱自恋 梦也长许短谈 青春一曲不复返 心上狗女的爱 我都会好说饭就饭 敢做敢当每一天 人生的心起点 这样绽化渐渐 这样绽化渐渐 恨复灿烂的梦想 一次放行间 不复晴天勇挽之间 一派狐烟 嗯 比武大会正式开始 好玩 这比武比赛还有伴奏啊 又是那会儿人 真是人生无处不相逢啊 让五爷我去跟他会会 不要冲动 见机行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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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快 什么快 小妹清竹 愿向这位大哥讨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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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手这么狠 太厉害了吧 这家伙杀人跟杀鸡宰狗一样啊 闭嘴 还有哪位愿意上台比试 对一个小女子竟下如此的狠手 真是太歹毒了 就是 就是 可以 这样的武林大会 不参加也罢 老夫告辞 走 走 走吧 不比了 终于露出了真实的面 看到了吧 这样才好玩呢 这什么意思啊 你还不让走了 在下奉劝一句 在动手之前 最好先检查一下自己掌心 什么的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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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心有个红点啊 这红点是谁 什么意思啊 怎么买的 难道我们中毒了 中毒 姐姐您手上怎么没有啊 我可是一仙毒剩的弟子 我百毒不亲 哦 不过你们放心 这种毒 这种毒 应该暂时不会发作 各位不必猜了 这只不过是一点小小的毒而已 不会影响大家武功的发挥 只不过三日之后毒发 全身溃烂而死 我就不明白 我们来这里之后 一口水都没喝过 怎么会中毒呢 怎么会中毒呢 我知道了 一定是这样 这种毒 名叫幽灵子物 是从一种西域齐花生 可以炼出来 色如青烟 味带清香 却能在无形中夺人性命 能解吗 这种毒并不难解 只要给我一点时间 很快就能解出来 只不过现在 我们困在这庄围 暂时 找不到配置解药的药材 大家只要听从安排 安心比武 获胜者就能得到解药 性命自然无忧 既然王老英雄如此沸沸不平 就有请王岐王老英雄 代表你们这些江湖众人 上台鄙视一番 如何 莫老爷子 小心哪 老英雄 本局 铁甲人胜 还有谁愿上台 真的没人敢上台吗 真是可悲可叹哪 在场的各位 不是一派之主 便是一方豪杰 如今却甘作缩头无贵 看来我大宋武林 真的是无人了 少说这些屁话 别以为没人治得了你 今天午夜我就来陪你玩玩 那些可是不怕死不怕疼的 杀人机器 小半数这次太冲动了 我要去帮他 你想被射中刺猬 谁找的 不是我 不知道 是你的 对不起 你这手伤了 不许致 姐夫赢了 太好了 我白武爷赢了 大家听我说 在下金钱略通一毒之术 只要大家合力冲出去 大家身上的毒 在下分分钟就可以搞定 在下开封府展昭 太老了 这位金兄弟说的是真的 金钱快走 快去星空岛找我父子哥哥来 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一定要坚持到我搬救兵回来啊 对了 金子姑娘 你说本届英雄大会跟襄阳王的计划有关 之前我在襄阳王府之时 听说过关于天下第一庄的事情 既然天下第一庄就在附近 我觉得 不如我们过去看看 应该是没错的 有道理 冰金姑娘 伤好点了吗 坐这么长时间的马车 没事吧 冰宇做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要这样对她 为什么 为什么 你难道自己心里不明白吗 我不明白 你以为 你在外面做的一些什么事情 主人她会不知道 你跟那个公孙策没来眼去 对开封府的人一次一次地放水 主人最恨的就是别人的背叛 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主人的事情 你呀 你还有机会证明自己的忠心 只要你干好了这件事情 就可以将功赎罪 就可以将功赎罪 至于你那亲弟弟冰宇嘛 自然也就无性命之忧了 是吧 是吧 冰金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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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吃什么呀 胡辣汤喝没喝过 特别好喝 改天我带你去喝 我告诉你 包大人就喜欢喝胡辣汤 是不是 包大人 包大人您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放大人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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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冷冷清清的 难有一点英雄大会的样子 莫非你收到的消息有误 绝不可能 你怎么了 没事 跟京 万一有事 我好保护你 我保护你还差不多 大人 这么大个庄子 放在平日里 也不可能一个人也没有 确实有些不寻常 公孙策呀 大人 大人 兵姬呢 兵姬 兵姬 我不知道啊 兵姬 大人 我们好像上当了 公孙策 是你又上当了 裴庄主钟爱的这把清零剑果然是好宝贝 只可惜他太倔了 可惜了 可惜呀 今天所有江湖人士全部束手就擒 五漏网之余 护士大人 护士大人 开封府的包准公孙策 已经被我们抓获 把他们全部押回襄阳 听口发落 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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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招 老王 战招 武帝 武帝 白玉堂 武帝 是谁说的 白玉堂 啊 弑谷如山 血流成河 连个人影也没有啊 这也没有打多过的痕子 这小子鬼点子太多 不会是玩我们吧 就在附近 他们一定就在附近 大哥 他是不是喝多了 放肆 走 老五 武帝 战招 武帝 战招 武帝 老五 武帝 老五 去里面找 武帝 战招 战招 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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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玉堂 小班淑 武帝 你是不是喝多了 放肆 小金子 你没事就好 战招呢 他不是跟你们在一起吗 穆帝 她不是跟你们在一起吗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姐姐你走之后 我们被更多的人包围 死都是死 伤都是伤 走 啊 快 走 走 搜 有发现 这边 这里藏不住 要赶快离开 我有一个计划 要不然我们投降吧 好 奇怪 这里应该是裴老庄主修炼的密室 快藏进来 给我仔细搜 肯定就在里面 你进来了 干嘛 如果我们三个人一块消失 他们一定会彻查到底 白兄 干嘛 替我保护好金钱 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你掩护我们 凭什么每次你都做英雄 啊 因为我的人头比你的之间 答应我 保护好她 现在我只能信你了 我也可以保护好姐姐的 你闭嘴 你答应她的事 你自己去办 我以后撤就出去 跟他们拼了 不可以 你放开我 放开我 你混蛋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 你混蛋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 白兄 我就当是你答应我了 展昭在此 来人就能带走 来人就能带走 我自己走 你逃走以后 再惨所有的人 都被他们给抓走了 他让我告诉你 答应你的事情没有做到 他对不起你 你说了那么多 就是为了让我去襄阳吗 你放心 我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的 金钱 你跟着我干什么呀 我说过 我这一路会护你周全 小金子 小金子 我登记你 百五爷我还不信这个邪了 就是丢掉我百五爷的性命 还救不了他一个战兆 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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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叔你别冲动 这毒发作多久了 而我爹 斩姐夫被抓走没多长时间 就开始了 你们的毒 现在没有性命之忧 只是小白鼠的毒 要严重一些 他武功比我好那么多 怎么会太严重啊 这幽灵子物的比较特别 因人而异 内力越深的人 毒性渗入得越快 重的毒也就越深 我跟你们配一副解药 两几天就没事了 你们快来看看 我发现新情况了 好 裴老庄主 从师班的情况来看 应该在英雄大会前 就已经惨遭毒手了 真是狠毒啊 你家人都不放过 明镇江湖的天下第一庄 竟然惨遭灭门 这到底是什么人干的 你们中原套路太深了 我要回去找我爹 他们杀了裴老庄主 还搞什么英雄大会 难不成 他们想借死削弱江湖势力 小金子 不会是襄阳王干的吧 来 瞧一瞧 看一看了 看看这个吧 那边的小鸟啊 这个最好 公子 看看这个吧 这个最好 好 来 这这这这 胸大胸啊 这这这个 这这这这条 来 哎 看着啊 这这这这 看着啊 看着啊 看着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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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斩大侠果然是被襄阳王的人抓了 就连包大人和公孙先生 还有王朝马和张罗照顾他们也即将问斩 太好了 好个屁 你说什么 不不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即将问斩 说明他们还没有死啊 那正好 老子现在就冲过去 你现在这个样子确实送死 金钱说得对 五弟既不能放肆 当然也不能软弱 只有了解双方情况 我们才能把他们救出来 否则连自己也给打进去 他们要的是我 大不了我舍身举意 嫁个小郡主 屁 娶了小郡主就是 我陪你一起去 大不了 我帮你娶了小郡主 好兄弟 小金子你闹什么闹 难道你不知道他们抓你 吃不了让你做药吗 都别说了 不知道五弟现在什么情况 读钢剪还需要找个地方静养 咱们先找个地方落脚 然后再从长记忆吧 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 就在襄阳城外 我有一个兄弟叫佟山 人称襄阳一剪 咱们可以先到他那儿去落落脚 这样 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咱们就可以一探究竟 当然 一定要保密 干什么的 看什么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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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走 大离开了 避开了 快点 老大人 怎么样 这里还习惯吗 托王爷的福我在此地 吃得好睡得香 很是舒服 咱们上回京师一别 算算已经好多年了 报仇啊 本王脑子里整天挂着你啊 假设我身边这位黄先生 整天在我耳边唠叨 要我杀了你 杀了包拯啊 所以我今天特别来问问你 你决定的怎么样了 说实在的 本王还真是舍不得杀你 因为你是难得的治世之臣 可是本王也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只待本王振臂一呼 必能席卷天下 若是你能助我 事成之后 加官进去 享尽荣华富贵 与你在那个赵真手下 那做一个小小的福音 整天受那些窝囊气 那可要强得多了 王爷 您可真是做了一个好梦啊 不过我劝你还是早点醒来 要不然身败名裂 死无葬身之地 后悔都来不及 好 你可保证 是赵林逃了 你还那么嘴硬 我与赵真 都是赵师的后代 我哪点比不上他 为什么他可以做皇帝 而我就不能呢 王爷 如今天下成平 朝廷雄兵不下百万 敢问王爷有多少兵马 手下将士几何 粮草军备是否齐全 皇上虽然年轻 但是他人民爱物 天下百姓早已归心 平心而论 你和他的邪名相比 又如何 王爷 你拿什么去和圣上争 老你可把我喝一瓶 离你脸不要脸 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 我大宋乃太祖所创 当年太宗夺我太祖皇位 残杀太祖子嗣 太祖之后几乎断绝 我身为太祖之后 若能夺回皇位 重登久武 那不过是物归原主 理所当然有何不可 你 好 既然你一求死 我就不拦你了 但是我要提醒 知道这里是哪吗 这里可是冲销楼啊 机关重重 固若金汤 平日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 若是你的朋友想来此处救你 那无疑就是飞蛾扑火 必死无疑 王爷 那包折不过是胡言乱语 要何必放在心上呢 即使他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只是我有点想不明白 为什么你始终要坚持把包拯给杀了 因为我早就知道 包拯这种人永远不可能为王爷所用 他注定是王爷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 这点你可要想清楚了 杀了包拯 就像咱们射出去的箭一样 有去无回呀 王爷 事到如今莫非 莫非你还在犹豫吗 怎么会呢 王爷 咱们早已经是无路可退了 您手下的人都在看着您呢 您稍有退缩之意 就等于把我们大家都给交出去了 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 没有改变 造反就造反了 有什么大不了的 那赵真不过是个矛头小儿 王南无成还怕他 正是 对了 那金钱你找到没有 王爷放心 金钱他是奉了圣旨的 不敢不来 况且属下早有安排 这金钱他听闻包拯等人被囚禁的话 他必定会千锋百计的赶过来呀 嗯 大愿如此 王爷这老毛病又犯了 不得无礼 谋逆朝廷毕竟是件大事 即使有些犹豫 那也是人之常情 放心吧 有我在 出不了兆子 前些日子 从天下敌中抓来的那些江湖人士怎么样了 回忆先生 按照原定计划 这些人已经交给了牧师 毒我已经种下了 这些人的武功都不弱 假以时日 必定可以成为所向披靡的石绝军 只是我们这些石绝军的寿命都太短了 只有几日 几日 敬虔 你们都下去吧 是 你还有什么事 我要见冰雨 我已经按你的指令 将包拯和公孙策抓了来 你说过的 冰雨现在很好 等时机合适了 我会安排你见她的 你上次也是这样说的 你觉得我还会再相信你吗 只要你没有二心 她便不会死 听说最近冲霄楼里关了几位大人物 你知道吗 我也听说了 这事别瞎颤合 听说这冲霄楼 是黄先生亲自设计修建的 可厉害着呢 里面全是机关哪 不要说了 大哥 我觉得这冲霄楼里关着的就是包大人 但是就是不知道这冲霄楼所在何处啊 要不然我们抓几个人来问问 走走 金钱等着我吧 我来找你了 你是谁 我们是来找人的 你呢 那没我什么事了 我是离家出走的 你们可以放开我了吧 大哥 看她这穿着打扮 那在王府里地位肯定不定 不如把她抓回去审审 嗯 走 走 我要叫人了 走 走 走 童山兄弟 这次给你添麻烦了 蒋爷客气了 你我什么交情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开封府金校尉 好 金校尉 童秀 这位是我二哥 九尉 二哥九尉 这 这 这 扛的这什么 这家伙给我累的 这个女人 是我在襄阳王府带回来的 我觉得她对我们有用 我就把她带回来了 说不定能从她口中得到点什么 你们知道她是谁吗 谁啊 看她这打扮 再不计也是个小老婆之类的吧 啊 她可不是什么小老婆 她是襄阳王的女儿 小郡主 小郡主 哪哪哪哪 小郡主 她怎么会在这儿啊 她是来找我的吗 我们这一出手还抓到桥大鱼啊 要我说呀 咱们可以借此跟那个襄阳王谈谈条件 让她用包大鱼换她女儿 这事啊 我早就想过了 出门前 我就在墙上写了几个字 让她拿开封府的人过来换人 怎么画 这个我自有办法 我们走 嗯 快醒醒啊 小郡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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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谁 为什么绑着我 我爹可是襄阳王 你们是不是找死啊 这人 怎么这么眼熟啊 怎么好像金钱 坏了 这都能认出来 金钱 真的是你啊 太好了 你要是想见我 你可以直接告诉我啊 干嘛费这么大的劲儿 我告诉你啊 我爹已经为我们的婚事布置了 开心吗 嗯 咳 嗯 明天 你见到我 是不是特别特别开心啊 嗯 开心 小郡主 等会儿有你哭的时候 我告诉你 今天它其实是个 正没你事出去 静琪 我们多久没见啊 一年 两年 对了 你真应该好好感谢我爹 还有黄先生 他也在中间帮了不少忙 这事就是他提出来的 看人真是太好了 不如请他做我们的主婚人 你说好不好啊 对了 静琪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结婚啊 真是一群废物 哪个人都看不好 王爷息怒 或许小郡主像往常一样 去玩耍稀闹去了 你 启离王爷 我们在王府的外墙上 发现了一行字 说是要我们拿开封府的人 去唤小郡主 开封府的人 果然是这帮愚溺 王爷不必担心 等抓住了这帮人 自然就会救出郡主 等 我半刻都等不了 哎 抓的是我的女儿啊 你快去啊 我让你把开封府的人给放了 换回郡主 听不懂啊 听不懂啊 王爷 还是要以大局为重啊 瞧瞧你说的多轻巧 哎 被抓的可是我的女儿啊 当初要不是你说 没回信 我也不会造反 还有 是你叫利用郡主的婚礼 引用那个叫金钱的到襄阳来 现在好了 连我女儿的命都赔进去 王爷 请放心 他们呢 拿小郡主做人质 我料定他们 短时间内 不会对郡主怎样 属下向你保证 两天之内 一定抓住金钱 救回郡主 真的 开封府那帮人 放走容易 要想抓回来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王爷还是稍安勿躁 切莫坏了咱们的大计啊 好 我就给你两天 记住 两天 是 大哥 接下来我们如何是好 要我看 我们就砍他一只手 给他先送回去 毕竟 人家是襄阳王 见过大世面的 区区一只手 能镇住他吗 二哥 三哥 那个 堕他一只手 是不是太残忍了 毕竟人家是个小姑娘 要我说咱 堕他一根手指头 是不是 毕竟影响不到 他以后的生活呀 堕什么堕 堕什么堕 你说你们几个 能不能动动脑子 想一想 你要堕小郡主的手指头 金兄弟她能愿意吗 就算是要堕 到时候谁拦着她 干嘛呢 干嘛呢 谁在说金钱坏话呢 大哥 你觉得她怎么样 干嘛 金钱 快跟我走 快跟我走 金钱 你们去哪儿啊 你别走啊 你先把我放开啊 金钱 你 你们干嘛 金色不行 要钱可以 我家有的是钱 咱们可以慢慢谈 不要过来 放心好了 我们只是想要你一根手指头 啊 手指头 你们别困了 你们别乱来 放开我 不行 我不能把你放开 她们要小郡主手指头 就是为换回开放府的人 她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不行不行 我跟你说 她们要是乱来怎么办啊 不行不行 姐姐你就相信我吧 只有这样才能救回开放府的人呢 你就听我的吧 她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我要去我不要去 好好好 好了 等会儿 小姑娘 我们行走江湖 这么多年 砍下的手指无数 你就放心好了 不会让你疼的 滚滚滚滚滚滚 看我的 我跟你说啊 刚才就像她说的 我们平常就杀女人 看女人手指头这些 都是小活 啊 闭上眼睛 两下就完事啊 不要 你是个好人 啊 不要啊 大哥呀 你 软弱了 你硬你来 从今以后 你的手指头 我们来给你保管 你一句潇洒 你风流倜傥 我潇洒吗 潇洒也没用 叔叔你嘴上 不是 我觉得这刀有点蹲 你还是让我来 他让我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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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不要啊 啊 啊 作词 文静 工作listed お母亲 愿者 作词 作词 作曲 作曲 律导 若是你伤凌乱余光 你会怎样慌张 谈笑风深风月清凉 梦里涟漪荡漾 心底朱砂 花中缘雨 欲言又止感伤 谁能见我情终一场 挽手那废话 看夕阳流淌 网船渐渐行尸热 泪到滚烫 树栈朝新一片只为你绽放 偏见岁月的珍藏 浪静怯意的远方 逍遥同罪 素颜比同望 Zither Harp 淡茶一杯 诉说忠诚 相思沉不念成双 冷暖相伴 静静怀 静静我相望 静守着花锤 有有情走下 望穿前前行事热泪倒灌烫 树栈朝夕一片只为你绽放 冲树我胭脂红妆 花前月下阴尘霜 下遥同罪夙愿必同望 细水长流远日的老天荒